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YYP看汽车 YYP看汽车是我专门为B站的朋友们 做的一档观察汽车行业动态 尤其是《洞察未来》的节目 最近好像关于《洞察未来》的话题 没有多少可讲的 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什么 辅助驾驶的各种事故等等 我们都已经专门开篇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这一集正好在这个节目眼下 我想跟大家聊聊销量 因为从汽车的销量排行榜 我们是能够看出整个行业的发展变化 尤其是每一个玩家他们具体到底玩得怎么样 当然我要重申 我向来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都不认为销量好的车就代表它是好车 因为好车有很多的标准 最适合的车才是好车 而不是最多人买的车才是最好的车 我现在手里拿到的 其实是整个9月份中国的任何一款车型的 真实的上排数的销量数据 但是成表格的这份是SUV的排行表格 是中国市场前20名的SUV 从销量3万多台到销量只有三位数的 一两百台的车都有 我们就拿这个销量榜来跟大家聊一聊 今天是纯粹是分享我是怎么看这种销量榜的 然后从销量榜我们能看出什么信息来 既然是榜单 我们肯定都会把注意力放在榜首位置 9月份的SUV排行榜榜首位置 是来自特斯拉的Model Y 一台纯电动车拿下了整个SUV排行榜的第一名 而且把长盛将军神一样的哈佛H6都给干下去了 干下去幅度还挺大 Model Y的单月销量是33,029台 然后哈佛是28,169台 多了5000台的量 那具体Model 3是不是这么神呢 一个月卖3万多台呢 倒也不是 因为我去查了Model Y的7、8月份的数据 7月数据只有2397台 然后8月份更少 只有1529台 就一个月卖2000多 一个月卖1000多 第三个月呢一下子卖33,00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Model Y它的排产呢 是每个季度前两个月排产生产出来的车 我想说生出来的车 都是卖到国外去的 包括幼度的版本 包括其他各个国家的版本 这样它生产线就这段时间专门生产国外车型 它不用去经常调节生产线 然后在第三个月呢 就主要来集中消化国内的订单 所以第三个月呢 它就在国内集中交车交了33,000多台 但是很奇怪的是 我查了Model Y在4、5、6月份的销量 它是相对比较均等的 都是每个月1万多台 我不知道是它3万多台它分批交付 还是说从7、8、9月就第三季度开始 它更改了排产的方式 来做这种集中生产集中交付 具体是哪一种我不知道 反正按照Model Y这个7、8、9月三个月的总量 再除以3的话呢 它每个月的单月销量大概是12,000多台 在这个榜单里呢 能排上前10吧 但是排不到第一的位置 那然后我们来看看 长久以来大家公认的第一 哈佛H6 9月份的销量28,000 还不错 你看它累计销量 累计销量1到9月份26万多台 如果一除去9个月的话 它每个月的单月销量也还是很稳定的 就是28,900多台 应该说这个车一直都卖得很好的 但是哈佛H6是不是真的没有对手呢 我们来往下看一看第4名的选手 东风本田的XRV 这台车卖了17,000多 而它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近倾 就是本田的宾志 宾志是在第7名卖13,000多 这两个车如果我们把它相加的话 它单月的销量是30,600多台 超过哈佛H6的28,000 那全年的累计总销量呢 我把它1到9月份 这两个车总销量加起来除了一下 每个月是28,295台 仅次于哈佛的28,962台 每个月差几百台 所以哈佛H6还是真正的单一车型冠军 然后才是这个HRV加冰制 我们把这两个车看作一个车 不过又话说回来了 哈佛H6是有很多个不同的车型的 有二代三代有不同的版本 它是把所有这些不同版本的哈佛H6 合起来统称哈佛H6 来拿到第一名的 我觉得合资品牌这种非常近亲的姐妹车型 是可以合并起来算的 虽然有南北合资不同的企业 但是总体上这个车很相近 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本田还是本田 CRV和浩尹这两个车 CRV9月份是13,000多 浩尹是11,000多 这两个车加起来是25,175台 25,000台也能排到总榜的第三名了 所以本田真的是一个SUV的大赢家 它这四个车型 总共两个车型分成四个车型去卖 基本上可以占榜霸榜的第一 第二第三名的位置的 然后丰田那边 丰田的RAV4和威兰达 这两个是姐妹车型 一个卖11,000多台 一个卖6,000多台 加起来也有17,983台 也能够在这个榜单里排到TOP5的位置 所以合资品牌这些孪生车 就是一个车分成南北这样去卖 还真的是有效提高了他们的销量 还有就是大众 大众也有同样的情况 上海大众的图越 它排在总榜的第五名 它还有一个亲生的兄弟叫炭哥 炭哥这个月表现不给力 只卖了3,221台 但是这两个车 其实1到9月份累计 分别也卖了94,000多台和55,000多台 两个车一家一储9个月的话 也有16,600多台 16,000的话也能排在总榜的第五名 所以你看合资品牌SUV还真的是很猛的 好了 说完整个榜的前五比较优秀的车型 下面我们来细分看一看 这个榜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我想特别要揪出来讲的一个车 就是我们把这个榜单往下看 9到20位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的 然后去到21位的时候 我们看到比亚迪的Song Plus PHEV 这个车的销量是8731台 注意它是一个PHEV车 其实这个就是Song Plus DMI 大家都说车很好 但是买车要等几个月的DMI车型 很多人说它根本就不交车 其实不是的 你看9月份不就是交了8700多台吗 而且它1到9月份累计已经交了将近25,000台了 我们不只要看DMI车型 我们再看看Song Plus的其他版本 它的EV纯电版本 是卖了3769台 然后燃油版本是卖了3791台 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数字 等一下你就知道它为什么漂亮了 我们再来看看1到9月份的累计数据 它并不是这样一个比例的 累计数据其实燃油版是卖的还算挺多的 卖了3万台 然后EV版本是11945 PHEV版本就DMI的版本是24799 你看燃油版其实是卖的最多的 但是在9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变化 燃油版卖少了3000多台 而DMI版本卖多了 去到8000多台了 这个其实就反映出最近这一两个月 有很多厂家的朋友也跟我讲了这个现象 因为现在是芯片荒的大环境 大家都拿不到芯片 或者拿到芯片的总量是很有限的 所以像比亚迪 像吉利 像长城 像包括丰田 本田 这种大厂 他们车型很多 他们会在自己的车型内部去挪腾这些芯片的产能 到底我把从芯片厂里拿到的有线芯片挪给哪些车型呢 现在大家的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 能给新能源车的就给新能源车 原因是第一 新能源车的卖车赚钱 第二 新能源车除了卖车赚钱 它还能赚积分 可能这个积分赚回来给自己用也可能赚多了 像比亚迪这种品牌 它是可以对外卖积分的 积分就是钱 积分就是利润 所以能产新能源车就多产新能源车 不只是比亚迪这么想的 其实很多其他家都是这么想的 但我们从整个销量版去看的话 21位是一个Song Plus DMI 再往下我们找找有没有这种新能源车呢 其实我们要找到28名了 就理想ONE PHEV 它这个就是天然一个真诚电动车 再往下我们就会看到 第41位还是比亚迪自己的产品 唐DM 9月份是卖了5500多台 刚才理想ONE是7300多台 这两个车都是卖的很多的PHEV车型 我们再来把唐DM拆分看一下 它的9月份的燃油版只卖了172台 EV版本只卖了128台 那两个卖100多台 但是DM版本卖5000多台 所以比亚迪在PHEV或者在新能源车的产能倾斜上 这一点是做得非常好的 有多好呢 我给大家看看其他厂家的数据 我刚才说了 其他厂家都希望多卖新能源 但是能不能做到呢 我们就拿今天讨论的PHEV来看的话 领克01它的燃油版的销量是3162台 这个数据能排在78位 还过得去3000台 但是它的PHEV版本只有205台 然后本田CRV燃油版卖了13000台 PHEV版本1611台 丰田的威兰达燃油版卖6640台 PHEV687台 你看基本上都是十分之一 或十分之一上下波动一点 别的厂家卖10台燃油车 才能搭卖一台PHEV版本 但是比亚迪呢 它的PHEV可以成为它的主力销售车型 燃油版跟纯电版本只占小头 这就是比亚迪的厉害 真的大家对它的新能源是非常认可的 而在当前这个大环境 不只是新能源的大环境 也包括芯片荒的大环境之下 其实比亚迪这种新能源的优势 还是非常能够凸显出来的 这个是我们能看的一个趋势 其实在这个表里头 我们还能看很多其他细分市场的趋势 包括进口车的变化 豪华车的变化 还有硬派越野 还有一些轿跑型SUV 我们去对比一下 都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 但今天这集我不打算把它全部敞开讲了 因为可以讲很久 可能以后我们每个月 我们都拿一些销量过来聊一聊 想看的话可以告诉我 大家想不想看 在今天收篇之前 我们再看一个 我认为看销量必须要看的点 就是这个月新上榜的车型 它们的表现怎么样 有你们非常关注的 有开篇的时候大家敲的 新奇俊 新奇俊这个月9月份 才刚刚有它完整的一个月销量 它的表现怎么样呢 新奇俊9月份拿出来的成绩单 是3019台 排在总榜的第84名 3000多台如果对比齐骏的上一代 它基本上每个月都是过万的 这个数据当然是不够好看的 但是对一个第一个月才上市的车型来讲 3000台 其实这个数字不算少 为什么说不算少呢 我们来看另一个 我认为是爆款车型 武林新城 也是9月份才刚有第一个月的数据 它的数据是3267台 而且它是一个10万块钱以下的车 齐骏是个20万的车 也是3000出头 还有一台车 皇冠路放 也是9月份才刚有第一个月的数据 它的成绩是3782台 而它的姐妹车型 丰田汉兰达已经到8700多台了 所以这三个车 我认为接下来都是有拉升的潜力的 就看它们拉升的快慢 能不能拉升起来 尤其看一看齐骏 大家都说这一代齐骏不行了 这个销量肯定会凉 到底会不会凉呢 我们就下两个月 我们再用销量来看看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上市了两到三个月的重点新车 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 比如说吉利的新月L 这是我个人非常看好的一个爆款车 然后它9月份的销量是5400台 还可以排在43名 然后我看了它前两个月 其实7月份是4500多台 8月份去到7900多台的 7900多台为什么9月份又回落到5000多呢 我怀疑还是受芯片的影响 因为据说新月L它现在的订单顶配车型占的比例很大 而顶配车型要用的芯片是比较多的 厂家可能自己都供不上 还有一个车型 广汽爱安的Ion Y 这台车9月份销量也破5000了 5184台 然后它前两个月都是2700和2900 9月份拉到5000台 也是可喜可贺 最后还有一台 它也是纯电动车来自大众 传统车企 ID4 南北大众的ID4加起来 9月份也去到5795台了 我看了它前两个月基本上都是3700和3000台 9月份也拉到5700台了 也是可喜可贺 你看一个车上市之后 基本上需要两三个月时间去把它的销量慢慢地拉起来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念数据 有点枯燥吗 觉得枯燥吗 其实我自己不觉得 因为我觉得不断地去研究这些数据 左右对比前后对比横向中向环比 我们真的能发现很多东西 而且这里头真的信息量很多 所以有兴趣的话 大家不妨自己也可以在网上去看看这些销量榜 其实很容易的 你直接在网上搜都能搜得到 好了 这就是今天这一集的YP看汽车 我们跟大家看了一下行业的成绩单 再次声明一下 我不认为销量榜等于这个车好不好 多人买的车不代表就是最好的车 尤其不代表就是你应该买的车 每个人应该去买最适合自己的车 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车 继续关注YP看汽车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更多汽车的干货 谢谢大家 拜拜 记得点赞评论收藏 谢谢